只要你身边有一个自己人 你心里就踏实得多了 谢谢 自己人 说得真好 任秋 那个 以前 我对你挺刻薄的 总是找你茬 可你呢 一直都容忍我 让着我 不跟我一般见识 我 对不起 你别往心里去啊 你这是怎么了 咱们俩在一块 是经常闹的吗 可那不是跟谁都能闹得起来的 你说是不是 所以说呀 不能计较当时说的是什么 我们要记住当时的那种气氛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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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分 还有那种 缘分 对对对对 缘分 人就给你来啦 我先 这儿又改咱们的休息室了 瞧吧 拱帆委屈的 你又欺负拱帆了是不是 天地良心哪 我欺负拱帆 这话你说出来你自己都不信吧 咱们仨又在一块儿了 我是高兴的 你们发现没有 人吧 大多数都是剑骨头 最拿你当回事的人吧 你不一定最拿他当回事 你最拿他当回事的人 人家不一定拿你当回事 所以啊 就形成了一种怪圈 当回事的追着不当回事的 不当回事的追着更不当回事的 你们想想 怪圈吗 我倒觉得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 往往不是你最需要的那个人 但是出现的那个 一定是跟你最有缘分的人 对 对对对 太对了 任秋 刚才我在傅先生那儿 看见菊香了 我看着菊香操作 那一招一式的 其实我早就来了 就是因为她在那儿 我才没进去的 你去你的 她干她的 原来你老觉得两个人差距大 现在怎么样 人家一抬腿就迈到你眼前来了 快重视起来吧 任大夫 是 她一抬腿 迈到我眼前来了 她再一抬腿呢 就迈到我前面去了 我呢 顶多就看一背影 差距大 怎么着差距都大 任秋 好好珍惜吧 这也是缘分 好了 我现在的心情已经好起来了 你们快点回去休息吧 别在这儿陪我了 让我一个人 仔仔细细地品品 高兴的滋味 请你 新凶外科 是 我是韩子昂 好 我知道了 马上过去 广帆出现突发情况 我去看一下 那才也过去吗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刺激拱帆了 冤枉啊 昨天你也在啊 走啊 孟阿姨 你别担心 韩医生 一直在里面盯着呢 拱帆会没事的 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聊天 聊得好着呢 拱帆心情挺好的 阿姨您就放心吧 准备大事 你们就别安慰我了 动不动就成这个样子 我还说没大事 韩医生 韩医生 龚帆怎么样了 龚帆已经醒过来了 情况已经得到控制 您放心吧 范范 梁大事 身材 你还能出去 年龚帆 官红 浏规 万千万 你不需要 可我已经告诉他了 子楠老师 醒过来了 醒过来就是胜利 恭喜你又卖过一个卡 这个卡是卖过去了 可是还会再有下一次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乐观地面对一个一个 接踵而来的卡 知道你会这么说 乐观 说说容易 你知道我这次去做实验 看到什么了 不会是看到乐观了吧 还就是看到乐观了 我看到了乐观的力量 真的 我看到乐观的作用 乐观对病情产生的 积极的作用 怎么看到的 你看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得 来那小白鼠吧 一群 可爱极了 小白鼠 给它分成三类 第一类呢 我们给它药物 让它兴奋起来 这一类的小白鼠 我们称之为叫 乐观族 第二类呢 我们给它药物 让它处于一种 肿瘤扩散初期的 那种病情状况 这种状况下的 小白鼠我们称之为叫 病态族 第三类呢 就是常态族嘛 就什么都不用 常态族 然后抽氧检查 检测结果你看啊 就是那些乐观族的 小白鼠的心脏啊 分泌出大量的心淫激素 他们的那些各项指标 身体的这个健康指标 都要比那两个族的 小白鼠来得好 你甭管是这种 自身的这种抵抗力呀 还是这个自愈能力呀 远远地要高于 另外两个族 完了我们就把这个 心淫激素给它提取出来 再给它注射到 病态族的小白鼠身上去 那结果呢 奇迹就发生了 你看那些病态族的小白鼠 就跟 久汉冯甘雨的那些小苗似的 一个个都精神起来了 都昂起头来了 你再去一看 他们的整个这个病情啊 都得到恢复了 体力也加强了 所以啊 奇迹就发生了 一个都欢波乱跳 逮都逮不着他们 有你在 我就放松好多 你啊 你就是自己给自己负担 压得太大 这样不好 不离于你的病情的控制 你现在这种状态下 必须要保持乐观 每天开开心心的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不开心的事 对不对 我每天守在你身边 你还不开心 通过这个实验 我是越来越觉得 我们做的这个课题 它的成果的可能性 是相当大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显得尤为重要 你得跟小白鼠一样啊 你变成一个可爱的小白鼠 让自己快乐起来 每天都面对人生 面对生活 很重要 你能给我快乐 也能给我勇气 可这次 也许会让你失望了 怎么会 这可能就是命运吧 命运是什么 命运都掌握在 我们自己的手里 并怕什么的呀 来了我们就面对它 好不好 不可能 这种家族遗传病史 使我生下来就是不完整的 现在 更不可能完整了 但我很不同意你这个说法 尤其是这次实验做完 我更坚定了我的心念 我先给你踢个手 好 我们两个人共同一起 来做一件事 好不好 你是说要 那 我知道你 我不说你也知道 对吧 但我得正式跟你提出来 公文 我们 结婚 不愿意 你骗我了吗 我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呢 我做不到 求你 公帆 我们可以试试 好吗 通过我们俩来的力量 周围大家的力量 科学的力量 我们让这些力量 凝聚在一起 我相信奇迹一定会出现的 你别说了 我不会同意的 你走吧 不樂意的 好 好 死 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真是够神速的 邀请函都到了 我担心龚凡的情况 坚持不了多久 不快点行啊 龚凡这个情况呢 如果能够有效地控制 不发生什么意外 我觉得还是能够争取到时间的 这就是我找你要说的第二件事 你有什么好方法呀 龚凡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 我跟陈佳子第二次手术的时候 特别相像 所以现在要尽可能让她的心理 保持一个不错的心态 情绪要比较稳定 这样呢 有可能就分泌出那些吸引激素 那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了 如果这样一个临床病例 能够成功的话 那就太有说服力了 那你赶紧把你这个想法 跟霍顿先生交流一下 听听他怎么说 我会 我想在去见霍顿先生之前 能不能麻烦您一件事 说 需要我做什么 我 我想跟龚凡结婚 你想跟龚凡结婚 对 想好了吗 想好了 那抓紧办呢 但是她不同意 龚凡是个善良的姑娘 从感情上说她肯定是同意的 她现在有这个病 从理智上 她可能要考虑得多一些 这完全可以理解 对 需要我做什么 走 走 请进 院长 躺着 躺着 别起来 这些日子怎么样啊 没犯病的时候就这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会再来一次 要乐观起来 既然是这样了 要学会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 你们都这么说 我们都这么说 还有谁这么说呀 我听说司马向你提出结婚被你拒绝了 你不爱她了 不 正因为我太爱她了 所以才不能答应这件事 你怕你再犯病的时候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我知道你会这么想 这么想说明你是个善良的姑娘 实实处处都为他人遮想 我们做医生的 就应该是这样的 来 司马 来 喝茶 好好好 谢谢你阿姨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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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来 您自己 我不喝 谢谢 你来 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两件事 想听听您的意见 没两件事 第一啊 我们跟国外一个 医学研究机构的霍顿先生 有一个共同的研究课题 巩帆的这个病呢 正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我跟医院里已经提出了 想带着龚帆 一起去找霍顿先生 直到我们共同研究的课题 取得进展 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你看看你这是妖精函 那 凡凡的老病根 就能给治好了 希望是这样 这一直是我们的目标 好啊 太好了 可是 好是好 我这心呢 怎么就放不下呢 您怎么就放不下这个心呢 你把梵梵带出去那么远 我想够都够不着啊 梵梵一个大姑娘家 又带着一身那么难治的病 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那谁照顾得了她呀 那不得把我急死啊 我明白了 您是说如果她身边有一个 能够照顾她的亲人 您就可以放心了 那可不吗 这就是我要跟您谈的第二件事 在我们离开之前 我想麻烦您说服龚帆 给她勇气 我能给她勇气吗 你太高看我了 不 这件事情只有您能做到 您知道 我们俩非常相爱 但是因为龚帆的病 还有我遭遇的那些意外 使我们俩人在感情上 经常会发生一些 很纠结的事 但是事实证明这些纠结 非但没有影响和削弱 我们之间的爱 反倒让我们两个人 越来越不可分割 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的确是到了 结束这个纠结的时候了 你想干吗呀 我想跟她结婚 你要跟凡凡结婚啊 对 今天能够同意我的请求 并且帮助我说服共犯 我知道 她跟我结婚肯定是自我牺牲 可是我的人生相对完整了 她的人生就再也不可能完整了 这样做有意义吗 如果这种自我牺牲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还要那样做 没意义 你觉得没意义吗 两个人都清楚 做这件事情的结果 毫无疑问就是悲剧 还要一条道走道黑非要做 这难道有意义吗 你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 司马年龄比你大 精力比你多 阅历比你广 资历比你深 她难道不知道和你这样的一个病人结婚 那将意味着什么吗 她难道不知道如果病魔夺走了你 那不就等于把她后半辈子的幸福也夺走了吗 她难道不知道和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治好病的人结婚 这是一件超乎常理的事 那她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她就是要把自己和你绑在一起 一起来证明一件事 那就是作为一名医生 要用自己的自我牺牲精神换来他人的健康 你想过没想过 如果这项科研成果成功了 它的深远意义会有多大 你是在用你的身体 为我们的研究课题提供了临床实力 这项成果的成功 最终将成为人们战胜这种疾病的武器 我们一直盼着拱犯能成为一个健康人 我们现在的研究课题 就是想充分能够发挥人体的自愈机制 然后产生了一种心因激素的疗法 这种心因激素 只有在人非常欢乐的时候 才能够分泌得出来 我想我们两个人这么相爱 我应该是能够让他身心愉快的人 所以我恳请你 同意我们两个人结婚 同时也允许我把这个爱放大 我期待着我们两个人的爱情 能够成为共犯战胜病魔的力量 我特别想看到一次 爱情和现代医学的完美结合 你想好了吗 我不是孩子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这么说您是同意了 那应该道谢的应该是我 我得谢谢您 凡凡遇上你 是他的福气呀 千万别这么说 那我等您的好消息 那我走了 你别说了 再见啊 再见 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就没有我们的事业 兴起生存和发展 你仔细看过咱们楼道里 那面诗言墙吗 看过 那上面是西伯克拉底诗言 和古今中外的一些名医 那上面不全是医生 有一个不是 知道是谁吗 那就是中国近代世上的名人 梁启超先生 知道吗 历史书上学过 是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 嗯 那个时候西医刚刚造进国内 很多人对这门科学 基本上一无所知 可就在这个时候 梁启超先生得了肾病 通过X光片检查 又肾重量 需要用手术的方式 来切除重量 在手术的时候 实习医生 把X光片看成一镜像 也就是说看完了 结果一刀下去 把梁启超先生 没有问题的深埋切除了 事故发生以后 他的学生和社会各界名流 愤怒至极 联合起来要声讨这个责任医生 梁启超先生知道了以后说 西医刚刚走进中国 如果因为我的事而造成生事 那一定会在全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其直接结果就是 刚刚进入中国立足未稳的西医 也会因为我这件事而被扫地出门 那西医这门科学 在我们中国的发展 不知道要滞后多少年 而我们中国 在这方面落后西方 也不知道还要多少年 它还说 牺牲自己的一己之身是小 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是大 多少人被梁启超先生感动啊 当初在咱们医院 要见西伯克拉底誓言墙的时候 我坚持要把梁启超先生的照片 镶嵌在实验墙上 可当时就有人说 这面墙上全是医生 而梁启超先生不是医生 为什么要挂他的像呢 我就说了 他虽说不是医生 但他应该被视为 我们中国医学事业的先驱 把他放在实验墙上 就是想让后来者 也包括你 永远记住 这位为我们伟大祖国医学事业 勇于献身的盛哲先贤 你想想 梁启超先生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是不是值得我们一生 学习一辈子呀 我明白了 谢谢您院长 好吧 走 范范 今天司马不明 到咱们家来了 他想让你说服我 说服你 妈没把握 可是 妈被他给说服了 院长 老夫情况怎么样 我刚才看了 我父亲的心电图 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 切除后的肿瘤 出现了扩散的迹象 这个症状 可能来自于 他自己原本那颗心脏 如果我们不及时 采取补救措施的话 那我们给他 移植的那颗心脏 可能会发生病变 院长 我认为 我们得再做一次手术 你的建议我完全支持 由你主持 立刻执行手术方案 郑德老夫同意之后 立即着手 好 马上安排 伯伯 你不认识吗 要挺住啊 我很好 我现在的感觉 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好 好 感觉好就好 要先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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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曾为他笑 曾为他哭 风雨满心路 牵引弧来摇鼓舞 笑容又在回眸无处 心潮竹浪千百树 风雨满心路 轻易呼来摇鼓舞 笑容又在回眸无处 心潮竹浪千百树 只把真情数 人生所求那几树 笑容又在回眸 笑容又在回眸 妈妈风尘不回处 从为他笑 从为他哭 以后枉能辜负 不忘却疼香鼓 妈妈人海皆远渡 爱多是苦 爱多是负 阳光满心路 然ού 致负 操 人生不回眸 尺寞旅 又见宁某处 心照竹篮千百树 只把全寻主 心照竹篮千百树 千百树 今天在这里出现的 都是司法摩命医生 和龚凡医生的老熟人 有的是他们的亲人 有的是他们的同事 更多的是他们的战友 有人也许会问 司法摩命医生和龚凡医生 他们都不是军人 哪来的战友 这个问题我来带他们回答 因为我们医生 一生都像军人一样在作战 而和我们并肩作战的 就是患者 患者和医生之间 就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人们常说的医患关系 从本质上说 就应该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关系 因为医生和在座的每一位患者 面对的都是同一个敌人 那就是病魔 今天出现在这里的战友们 就是战胜病魔的胜利者 所以今天这场婚礼 就是胜利者向胜利者表示 祝贺的婚礼 自从走出校门 走进医院 我才真正认识到 医生的自豪感 是要用很多实实在在的内容 充实起来的 这些内容 包括政治 善良 刻苦 执着 可是更多的是付出 甚至是牺牲 我是一名医生 可现在 我也是一名幻觉了 就在我 面对无法战胜的病痛 选择逃避 和放弃的时候 一名医生出现了 他告诉我 我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要战胜自己 然后去做一名医生 应该做的事情 那就是勇敢面对 并且战胜病魔 即使是失败了 也会用我的临床实践 给后继而来的医生 提供帮助和借鉴 直到最终 战胜病魔 这就是一名医生 生命意义的崇高所在 这才是作为医生 真正的自豪感 好 我 妈 我女儿有福气 谢谢你们 生活 是我们的良食 生活告诉了我 不管我们从事什么旨意 都应该先学会做人 做人 就要知道感恩 父母 老师 兄长 朋友 对一切帮助过我们的人 都要抱以感恩之心 具备这种感恩之心 就会让我们的心胸宽大起来 作为一名医生 与病魔搏战是最需要的 就是比病魔还要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 首先来自于一种特殊的能力 那就是战胜自己 人最难的就是战胜自己 具备了这种能力 人就能得到彻底的生活 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给我一个感悟 我觉得人不管碰到什么样复杂的情况 如果他的内心深处能够保持一份快乐的话 这个人很勇敢 如果在碰到一些艰难困苦的情况下 他还能够制造快乐的话 我觉得不光是勇敢 而且他很有力量 有了力量 有了勇敢 我们还能够把这些分享给周围所有的人 让大家都快乐起来 我认为这样的人是高尚人 我渴望做这样的人 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每一位从事医务工作的 每一位和我们医务工作者 共同和病魔抗争的那些病人患者朋友们 也能成为这样的人 未经许可不得了